如果我是中文老师,上课时我会出问题,答对的学生我会给分数,读课文的我也会给学生分数。 如果分数高的我会给奖品,如果分数低的我会给更多的功课。 上完每一课我会有小考,上完每两课我会有大考。 如果学生不听话过三次,他们会有多的功课或没有休息的时间。 我要谢谢我的老师蔡老师,因为她让我明白单一位中文老师是很困难的, 所以我要用心,要爱心跟用心来教我的学生,也要他们高高兴兴来中文学校上课。 我是中文老师的TA,我会帮她准备东西和改考试,我也会发作业。 我也会发作业给同学看方案分数。 OK,好。